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衔演播 第三百八十集 吃醋 容恒看着父皇的目光 怎么觉得有点诡异 有一种嫌弃 是儿臣使用了手段 让北岩三皇子误以为儿臣对凌霜有情 他为了两国边境贸易的事 想让儿臣做出让步 动了利用凌霜的心 所以儿臣将计就计 皇上黑着脸 就算是将计就计 为什么一定要受这么重的伤 你知不知道到底要多危险 容恒就低头道 儿臣就想着 要是不危险也起不到作用 皇上 他能说什么 这傻儿子为了媳妇 先是不要子嗣 再是不要命 就在皇上沉默之际 容恒抬眸 悠悠看着皇上 就是不知道 儿臣的苦肉计成功了没有 皇上冷声道 很成功 他们不仅答应给玉矿 而且答应给石座 你是不是很骄傲啊 朕怎么生出你这种儿子的 拿自己的命去赌啊 你让朕说你什么好啊 朕是宁可一做都不要 也不希望你们出事啊 明白吗 容恒立刻道 阿神知罪 苏清一脸诧异地看向皇上 石座 儿臣还没有出兵呢 他们就送上了石座 加上他之前骗出的五座 一共就是十五座 北宴一共有多少玉矿呀 皇上 刚刚你自己多凶惨你不知道 还用得着出兵吗 那种气势 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你可是放话要血洗北宴 无力回答苏清这问题 皇上只恩了一声 又朝容恒道 嗯 那凌霜呢 你既是自己动手 凌霜为何也只字不发 默认长青的说法 容恒辩道 凌霜的确是真的想要刺杀儿臣 他是郑国公的人 只此一句可以解释一切 皇上的脸梳得就灰暗起来 郑国公 他还是郑国公吗 黑着脸皇上起身 好了 这次看见你受重伤 也算吃了苦头的份上 朕不罚你 日后再莽撞做这种不计后果的事 朕必重罚 哼 说完 皇上一副衣袖离开 走得怒气冲冲 皇上一走 苏清冷着脸对上容恒 你不是说只受一点伤吗 这叫一点伤 容恒白着脸 双目澄澈 看着苏清 我错了 苏清 心头再大的火气 也被这三个字软化了 他能说什么 这人受这么大的伤 还不是为了给他讨那五座玉矿 白了容恒一眼 苏清上前 巴基在容恒脸上亲了一口 以后不许拿命冒险 容恒皱眉 白着一张脸 胸口好疼 惨兮兮的 苏清一颗心疼得不行 让你再不知轻重 知道疼了吧 吃一剑长一智 以后不许这样了 容恒哑着嗓子 真的好疼 那我帮你吹吹 吹吹就不疼了 一瞬间 声音就软了下来 就跟哄小孩似的 温柔得不行 脑袋处在容恒的胸口前 苏清一口一口 帮他吹伤口 呼呼 容恒看着苏清 眼底闪过一抹亮色 一把便将苏清搂入怀中 啊 突然的动作 苏清凑不及防 整个人便压在容恒的胸口上 吓得苏清心情肉跳 挣扎着要跳开 你疯了 你快放开 我会压死你的 容恒抱着苏清 你别动 别挣扎就没事 苏清立刻就不敢动了 听我的 你放开我 等你好了 咱俩天天抱着睡觉 现在先养伤啊 容恒哑着嗓音 不 我现在就想抱着你睡 不然 我胸口疼 苏清 可也不能这么睡啊 容恒就促暇地笑 那你上来 我好好抱着你睡 苏清拒绝道 不行 睡着了 我会碰到你的伤口的 你放心 我不走 我就在边上守着你 你松开我 我手要撑不住了 苏清的头 抵在容恒的下额 发丝拂过 清香直抵心肩 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对不对 对对对 苏清立刻道 这人 受了伤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容恒抱着苏清 若是我和杨子凌同时受伤 你会先救谁 苏清 这问题 怎么感觉像是某个傻姑娘 在问她的男朋友 要是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语气一谋一样 可这问的 疯马牛不相及啊 她和杨子凌有什么关系 我肯定先救你啊 苏清非常坚定地回答 容恒抱着苏清的手一紧 杨子凌受伤回来 你守着她整整五天 我心里好难受 容恒真的好难受 以至于这话说出来 那语气 天得苏清都跟着难受了 竭力撑着 不让自己压到容恒的伤口 苏清这样说话 却被容恒抢先一步 我去杨子凌的醋了 常庆 亏她还为她家殿下和她家王妃的事 操碎了心 结果 她家殿下分明是个高手啊 这就对了嘛 有什么话要直接说出来 总比闷在心头 误会来误会去的强 神烦那些 有什么话都不说 全凭对方猜心思 整整猜了几百集 然后各种误会各种虐 简直都是脑子有病 心下松了一口气 常庆一拽福星的衣袖 示意她离开 福星一脸默然的立在那 眼神飘忽 不知道在想什么 常庆 眼见福星对她眼色无动于衷 只得使出杀手锏 北夜使团在一盏别馆里 有一批五字妖娆的五娘 福星原本发飘的小眼神 嗖的就亮了 二话不说 跟着常庆就走 常庆一出偏电 福星立刻拽住常庆 咱们去瞧瞧 常庆 大半夜的 人家都睡了 福星却是兴致很高 没关系 看看他们的睡姿也行 常庆 算了吧 很变态的感觉 福星摇头 不行 我觉得 我今天必须去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是有一种感觉 不去不行 常庆 禁不住福星的死缠烂打 常庆只得屈服了福星这个变态 殿内 荣衡松开了苏青 苏青合一 躺在荣衡的一侧 看着荣衡 认真道 你吃杨子令的醋 为什么 你都没有见过杨子令 他受伤不要军医乔 却只要你乔 你是个姑娘 他如此 算什么 你还守着他整整五天 我不该吃醋吗 苏青 满目复杂地看着荣衡 一时间 不知从何书起 主子 听说有人还没有点订阅呀 是 不行 上压压 好嘞 三头 好的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